我早当你是我的大大王 你的心急 就算寻遍天下奇遥 我也要帮你找到 这个 就是我师父 李向怡的画像了 十年了 没有人能忘得了她 这齐门阵果然了得 因全山之物将这山体隐藏 只是 阵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 否则就算我师父前来 也发现不了此处 前面的山壁 并非天然而成 应该是一道隐蔽的机关大门 定是一片坟的入口了 以山为木门 难应得更加坏 这位工匠下了血本 除非凿山入洞 否则 绝难打开 那里倒有数缺口 若能进去 或许能从内打开机关门 缺口离地面有十余杖 哪有人能上得去 诸位 都看到了吧 现在你们知道 为何入这一品坟 非我家小前辈不可 看到了吧 你也别大惊小怪的 这个清空呢 晒不错 何止是不错 这样的清空 在外人侧里也得留名吧 你怎么那么担心 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 也看不出来高地 那你试试点吧 也看不出呀 我的电话 靠他们 我这也 jumper 是有 тов色 你不能 他 cooked actor 我不 beard 你说说老是 paying 叛你 住这个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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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皇 你没事吧 别激动啊 放心吧 我没事 逃命我还是很擅长的 不 这死东西 武功这么强 对了 那小东西呢 人呢 走了 走了 嗯 那关心蠢类呢 赶紧追啊 别激动 别激动 你这个伤都还没好呢 都说了 被他带走了 这个臭小子 他处心积虑呢 谋划这一切 其实啊 就是为了治病 于是呢 我就用这个观音垂磊 换他一辈子不再作恶 他自然也就同意了 就这么简单 一点都不简单 为了说服他 我口都说烂了 不过那个臭小子啊 好在也是一个 重懦之人 就是有点不太礼貌 那你这怎么办啊 没有观音垂磊 你的心急 我没有多大的事 这么多年 也就这么过来了 放心吧 死不了 反正现在也挺好 竟然能说服那个臭小子 不再伤人 拿这一切 也都知道了 还算你有几分侠义心肠 你放心 我早当你是我的搭档了 你的心急 就算寻遍天下奇遥 我也要帮你找到 至于 你当不当我是这个搭档 本事还不在乎 不认又能怎么办呢 反正也甩不掉你喽 拿 拿 我给你说啊 如今这个 依品坟的洞口打开了 那肯定会有很多的 贼子闯进来 抢夺这些经营财宝 事不疑事啊 你赶紧去上报 再说了 你现在应该是 破第二个答案了吧 你别提了 行吗 现在人都死光了 谁还能替我作证啊 你忘了 门口 你刚才打的那个 不是还活着吗 都有 好吃的 师兄他 原来还有一个外甥 他应该是师兄 伟有的一个亲人 这个臭小子 子指不错 的确有了当年风凡 茫茫撞撞的 目中无畏 他还很难缠 幸宽以我留得困 还是这样自由来去的比较好 对吧 来来来 在赏剑大会之前呢 我隆重给你介绍个人 这个 就是我师父李向怡的画像了 这看着也挺普通的 倒是真能避邪 怎么说话啊你 注意点 在百川建立的时候 他的画像就挂在这儿了 十年了 没有人能忘得了他 对了 你身上有糖吧 给我两颗 看什么 我知道你喜欢吃糖 别抠了 快点 再来一颗 只有一颗你爱药不要 你去 去 我每次来 都会给他带点 在所有人眼里 她就是四谷门门主李向怡 是多少人的依靠 又是多少人想挑战的目标 可没有多少人 真正去关注过她的喜好 偷偷告诉你吧 我可是借过她 避开所有人偷偷吃糖的样子 谁能想到 这武林第一的李向怡 吃个糖开心地跟个小孩一样